国内的教育在生学主义文凭至上的导引之下呢 传统上都以填压的方式来教导学生 使得学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跟心理负担 考试如果考不好就得挨老师一顿体罚 那么考得好呢又受到同学间的冷嘲热讽 结果形成一连串的恶性循环 也使师生跟同学间落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 甚至呢以刀棍相向 难道我们的教育也生病了吗 佛法对我们的教育环境教育制度又能够有什么帮助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小学里读书啊 这些像也有啊 考试考得好同学度计正常的嘛 考试考得不好老师来说两句也是正常的 不是说现在的学生好像是现在的学校有了问题 人间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呢 可是呢 站在我们的一个信仰副教的或者是一个副法的立场 一个副教徒的立场来看呢 考好是正常应该的 考不好那看看什么原因呢 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因为擒了好多脚 上课没有好好上 有的时候因为身体不好 头脑不清楚 有的时候呢 考试的以前呢 他没有时间好好复习 所以考不好 那个考得好的也有很多原因呢 有的是他的天资很聪明啊 有的他这个用功啊 有方法用功啊 有的呢 他是很努力的用功啊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每一次考试都考得很好 我没有运气 都是苦读 人家一天学会的 我花三天也学会的 人家一个学期啊 学好的 我两个学期也把它学会的 人家用两个小时 我可以用三个小时 人家在休息在玩 我可以啊 休息少一些玩得少一些 所以说我考试 每次都考得不错的 但是绝对不是侥幸 那如果自己考不好 原因蛮多啊 有的人呢 他承认自己 就是我是一个笨人啊 我能够来读书已经不错了啦 我能够跟着上学已经很好了啦 我能够还每年都能够升级已经不错了啦 自己考到是不是考第几名 这没有关系啊 自己本身就是天资不够那么的优厚 也就是说天资不是很高的人 没有关系啊 疫情不做 这也是很好啊 或者是呢 人家考到第一名 那我考最后一名 没有关系啊 我说我就是因为身体不好 头脑不好 天资不高 那我能跟呢 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问题是在于啊 我们现在的学生 是受到家长 以及呢 同学老师 在鼓励的时候啊 是负面的鼓励 而产生了种种的呀 不良的影响 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那就是什么呢 我看到有个家长 对他这个孩子啊 教育的时候怎么教呢 我的儿子啊 你不可以考最后一名哦 你考三名也不行 我的儿子一定要考第一名的 我在读书的时候 是经常是前三名 你跟我考到三名以后 你就不要见我了哦 这个儿子 那从此以后 就是要考三名以前了 要考第一名了 不管这个学校里的 其他的同学如何 反正是他要赠第一名 这个学校的水准怎么样 不管他的儿子 不管怎么样 就是儿子要考第一名 这个目的就是要儿子 赠第一名啊 儿子啊 你要跟我争气啊 人家考不好 没关系 你也要考好啊 这不行啊 每一个人家的儿子 都是这样的教的话 那到学校里边 哪有这么多第一名啊 一般学生 如果有二十个 三十个 四十个学生 每一个人都要考第一名 哪里有这么多第一名啊 所以这种教育就是错误啊 还有同学们之间也依靠第一名为啊 这个光荣 学校里边呢也奖励啊 第一名为优秀 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碗饭 希望每一个人呢 都吃同志一碗饭 这笑话嘛 所以是这个 学校里边的制度 这样子靠第一名的奖励的方法 私有问题的 观念 私有问题的 办法 私有问题的 我们在班上面 服务第一名也算第一名啊 每天不出课也是第一名啊 常常打扫环境也是第一名啊 对人服务也是第一名啊 人员好也是第一名啊 衣服穿得整齐 清齐也是第一名啊 有第一名很多的第一名 都跑得排出来嘛 这个现在有一些地方啊 有一些学校是这样做的 一个是学校成绩的第一名 现在的问题啊 升学的制度 使得我们大家呢 说不能升学 这个学生就是没出息的 你不能考取某某大学的第一志愿 那你这个连读中十八代 都好像丢了脸了 这个是对孩子是不公平的 所以是父母也好 老师也好 我们鼓励学生啊 好好用功 尽其所能啊 尽其所长啊 好好用功 他勤学而考不好 那就可能是方法有问题 那像这种人 我们也要给他鼓励呢 要给他从啊 各方面给他鼓励 不要老师呢 说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这是有大问题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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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